现在已在附近和日本连沿。 据日本海上自卫队官方社交媒体4月29日发布的消息,在4月27至28日期间,日本海上自卫队DD114号驱逐舰和RN423号补给舰在太平洋上,和英国海军F81萨瑟兰号护卫舰举行了联合演习。 英国国防部长威廉姆森2月13日时曾表示,英国战舰3月将从澳大利亚启航,经由南海回返英国。 以捍卫其所谓自由航行的权利。 萨瑟兰号护卫舰先到澳大利亚,随后又到了巴布亚牛几内亚,最后到了光岛,现在又到了日本,绕住南海外围的大圈子跑了一圈。 资料图 。 据悉,萨瑟兰号是23型护卫舰的13号舰,舰长133米,宽16.1米,满载排水量5400吨,比中国的054A略大。 。 但还有一点,需要强调的是。 。 从2006年开始,据不完全统计,中国054A已下水29艘,建造速度非常快,但英国的这艘萨瑟兰号,已是建造于1997年的老舰。 。 近些年英国的海军发展非常不值一提。曾经的日不落辉煌早已是过眼云烟。 。 日前,在空袭叙利亚时,就有传言称英国潜艇毫无机会动手,被俄罗斯潜艇追逐到处跑,所以,即无论来南海与否,都意义不大,称此也就能悟心移驾中国。 。 事实上,相对于南海当前的大环境而言,无论美日,还是英澳,在缠住南海问题不放,甚至试图借南海问题操作中国威胁,打中国主义。 。 无疑非常不合时宜。 据共同社4月28日报道,东协年度峰会当日在新加坡召开。 。 东协年纸主席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。 东南亚国家将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更紧密合作,以应对保护主义的压力,并确保持续增长。 。 。 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,东协领导人强调了保持南海和平的必要性。 。 东协与中国正在磋商该海域的行为准则,以避免因主权争议引发冲突。 。 。 显然,美国在南海的单边主义已经醒不通,东协更喜欢与热爱和平又充满经济活力的中国大交道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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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,虽然和美国有著比较密切的外交关系,但在对外交往过程中,还应多点理性和自知之名,而不是助纣为虐 任性妄为 南海对于英国而言,远在万里之外,它没有任何理由插手南海事务,更没有任何资本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。 如果对这些没有一个准确清晰的定位, 英国就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,错误的行为,进而需要为此付出一些不必要的代价。 在南海问题上,中国的态度是一贯的,明确的,英国作为欲外国家,还需好自为之,不要试图挑戏,中国和南海相关国家都不欢迎。 资料图 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,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,并且试图妖魔化中国,甚至是靠一些极端措施来遏制中国的正常发展。 但这些都是歪门邪道,不登大雅之旁,也注定会失败。 中国的发展壮大,只会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,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,还望个别小局者能够摆正心态,学会和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,只有这样,才不会被历史无情地淘汰。 据日本海上自卫队官方社交媒体4月29日发布的消息,在4月27至28日期间,日本海上自卫队DD114号驱逐舰和RO423号补给舰在太平洋上,和英国海军F81萨色蓝号护卫舰举行了联合演习。 英国国防部长威廉姆森2月13日时曾表示,英国战舰3月将从澳大利亚启航,经由南海回返英国,以换卫其所谓自由航行的权利。 萨色蓝号护卫舰先到澳大利亚,随后又到了巴布亚牛几内亚,最后到了光岛,现在又到了日本,绕住南海外围的大圈子跑了一圈。 资料图 。 据悉,萨色蓝号是23型护卫舰的13号舰,舰长133米,宽16.1米,满载排水量5400吨,比中国的054A略大。 。 但还有一点,需要强调的是。 。 从2006年开始,据不完全统计,中国054A已下水29艘,建造速度非常快,但英国的这艘萨色蓝号,已是建造于1997年的老舰。 。 近些年英国的海军发展非常不值一提。曾经的日不落辉煌早已是过眼云烟。 。 日前,在空袭叙利亚时,就有传言称英国潜艇毫无机会动手,被俄罗斯潜艇追逐到处跑,所以,其无论来南海与否,都意义不大,称死也就能悟心一下中国。 。 事实上,相对于南海当前的大环境而言,无论美日,还是英澳,在缠住南海问题不放,甚至试图借南海问题操作中国威胁,打中国主义。 。 无疑非常不合时宜。 据共同社4月28日报道,东协年度峰会当日在新加坡召开。 。 东协轮值主席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。 。 东南亚国家将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更紧密合作,以应对保护主义的压力,并确保持续增长。 。 。 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,东协领导人强调了保持南海和平的必要性。 。 东协与中国正在磋商该海域的行为准则,以避免因主权争议引发冲突。 。 。 显然,美国在南海的单边主义已经行不通,东协更喜欢与热爱和平又充满经济活力的中国大交道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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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,虽然和美国有著比较密切的外交关系,但在对外交往过程中,还应多点理性和自知之名,而不是助纣为虐。 任性妄为 南海对于英国而言,远在万里之外,它没有任何理由插手南海事务,更没有任何资本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 如果对这些没有一个准确清晰的定位 英国就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,错误的行为,进而需要为此付出一些不必要的代价 在南海问题上,中国的态度是一贯的,明确的,英国作为欲败国家,还需好自为之,不要试图挑衅,中国和南海相关国家都不欢迎 资料图 随住中国的发展壮大,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,并且试图妖魔化中国,甚至是靠一些极端措施来遏制中国的正常发展 但这些都是歪门邪道,不登大雅之旁,也注定会失败 中国的发展壮大,只会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,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 还望个别角局者能够摆正心态,学会和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,只有这样,才不会被历史无情地淘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